一言萱萱1月13日拖着三只爱犬一起在香港大鱼山 出席人狗同乐百万新活动 一项善心报表的萱萱 透露最近刚领养回家两个月的Loglog虽然患有癌症 但现在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多点领养中年犬 让狗狗们有更多享受爱的机会 上个月萱萱在出席活动时自爆不小心扭上了左脚 现在看到她走路都没什么问题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拍摄电影版寻情记了吧 好了很多了 对现在其实还有问题 问题一定要 因为脚他们告诉我一定会好的比较慢 因为你每天要走路 那这个没办法 所以就现在做那个物理治疗 一个礼拜做一次 那做到要去拍寻情记的时候就没得做 那他就尽量在上面 可能在上面休息的时间会比较多 对因为我们其实离开了香港 没有家里的事情不能处理了嘛 反而会做的时间可能比较多 可能会好得比较快 另外萱萱的老板兼好友吴天乐 本月一日在香港吃炸乐坛流行版颁奖礼上 获得我最喜爱的男歌手 成功完成歌手影帝世帝大满贯 想必作为老友 萱萱都感到很开心吧 话说大家有没有一起庆祝一下呢 很多人都很开心 其实我没看 因为那天我出去了 但是后来在收音机 听到他说的话 我听到也很感动的 因为我们之前他做了那个 演员的会长之后呢 他搞了一顿饭嘛 就是让很多艺人就是电影的电视的跟乐坛的也有 那看见真的我20多年好像第一次真的有机会去认识一些 就是我们圈里面一些好像没什么机会见到的一些同事 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那天我听到后来在收音机听到他说的话 就是他现在真的能做到 就是把整个娱乐圈好像 对他是唯一我们的希望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